这里是华尔街网报,今天是7月8日 我们为您带来与中国和世界相关的最新消息 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财长耶伦强调 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必须公平竞争 密切沟通以避免误会 据路透社报道 耶伦星期六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会面时说 尽管近期美中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但去年两国创纪录的双边贸易总额表明了两国企业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贸易和投资 耶伦说,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前景 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急需就如何应对各种挑战进行密切沟通和交换意见 这样能够帮助双方更充分地了解全球经济前景 从而做出更好的决定 关键是两国要继续讨论共同关心的领域和分歧 他重申,美国并非寻求与中国进行赢者通知的经济竞争或在竞争中占据经济优势 而是希望两国之间能遵循公平的规则进行健康竞争 使两国能常忍受益 耶伦称,美国将继续对具体经济做法的担忧直接表达关切 并采取针对性举措保护自身的国家安全 耶伦较早前跟中方官员会面讨论气候变化问题 其后与中国的女性经济学家共进午餐 身在北京的美国,财长耶伦周六朝早现身美国驻华大使馆 跟驻华大使伯恩斯一起与中方官员会面 他说,希望美中之间能维持坦诚及开放的沟通渠道 特别在气候问题上,双方能够共同应对 耶伦说,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共同应对挑战符合双方利益 这一是全世界需要我们做的 而气候变化问题正是在全球面对的挑战名单上位列最高 美国和中国必须携手应对这项已经存在的威胁 我相信美中持续合作在气候融资方面之为关键 因为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 亦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最大的投资者 我们有共同责任和能力带领他人跟随 耶伦表示,要达到近零排放,私人企业的参与非常重要 他期待能够在即将于印度举行的20国财产会议上 听取相关的融资建议 对于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曾透露收到中方邀请访华 伯恩斯说对此非常期待 耶伦之后与几位中国的女性经济学家共进午餐 他说美国政府与中国民众之间没有分歧 对于数以百万计中国移民 华盛顿感到自豪 也非常欢迎来自中国的旅客及留学生 据资深媒体人安提表示 耶伦在北京和女经济学者们午餐时 右手做的是好警方 餐厅是长安一号 但有趣的是 餐馆英文名是Made in China 值得关注的是 自2014年以来 何立峰在国家经济规划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并在今年3月被习近平提升为副总理 负责经济和工业发展的广泛职责 接替了过去5年担任该角色的刘鹤 过去几年中 何立峰很少与外国官员或商业高管见面 他对政策的个人观点大多是未知的 这促使美国官员希望与他建立更多的交流 在与何先生的会议开始时 耶伦女士表示 在我们对特定经济行为有所担忧的地方 我们应该并将直接传达这些担忧 此外 秦刚近期屡次缺席重要外交会议 引起外界关注 接近中国外交部的消息人士 告诉南华早报 秦刚新官检测呈阳性正在康复中 再来看到南华早报的独家消息 北京对香港和澳门事务的最高官员 正在与一位被视为接班人的新副手 一起进行地方城市的入职考察 据消息人士称 此举标志着该办公室升级到 直接向共产党汇报的更高级机构的最后阶段 周六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河南省副省长周济 被任命为香港和澳门事务办公室的执行副主任 并与他的上司夏宝龙一起在深圳和珠海巡视 这位消息人士称 虽然夏宝龙仍然担任主任 继续监督再过几个月的重组工作 但周济的任命和邮下亲自引领的入职引导 表明后者是接任该职位的下一任 预计负不及的周济在任命后不久 就将被提升为正不及 夏宝龙 70岁 超过了国家官员通常的退休年龄 据南华早报了解 本周夏宝龙与周济一起前往与香港相邻的深圳 周济的任命在六月底政治局会议上获得批准后 夏宝龙向港澳办公室驻地的主要北京官员 介绍了他的新副手 这两人接下来将在未来几天前往与澳门相邻的珠海 周济也将被介绍给负责监督赌博中心的北京主要团队 据该消息人士说 与夏宝龙在任期开始是一样 周济在香港或澳门没有之前的工作经验 这位消息人士表示 这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因为两个城市的管理系统 不再是一个只有所谓的香港专家才能操作的孤岛 他补充说 这只是党派和测试其干部的另一种系统 周济在中共省级机构中的更高地位 会让他更好地在其机构和政府部门之间 推动与香港相关的政策 分析指出 周济缺乏与香港相关的工作经验 也会限制香港利益团体对他的影响 与当地人关系亲密可能会限制官员 全面实施北京政策的能力 周济出生在湖北省中部的襄阳市 1984年从湖北理工学院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 他加入了湘凡市机械工业局 成为一名技术官僚 2020年12月 他被调离工业局 担任仙桃、石燕和宜昌市 在他的家乡省份的各个县市的领导职务 直到他被调往河南省 他在2021年成为河南的副省长 并被提升为副省级党委书记和省政法委书记 负责省级党的建设和安全事务 这一职务一直持续到 他最近被调至香港和澳门事务机构 周六 另一位消息人士确认了周济的任命 他的任命也标志着 港澳办公室升级为 直接向执政共产党中央领导层 汇报的更高级机构的最后阶段 经过三个半月的密集重组 此举实际上是港澳办公室 在中国权力等级制度下的地位的提升 升级后的港澳办公室 将继续在北京月潭南街的现有办公室工作 另外 据《法治日报》报道 二十届中共中央委员吴汉胜新职明确 出任新组建的中央社会工作部首任部长 据《法治日报》报道 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星期五 7月7日主持了省部级干部信访工作专题研讨班解业事 这是中国官方媒体首次披露 吴汉胜担任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的消息 吴汉胜今年60岁 山东邻居人 曾任辽宁营口市委书记 辽宁省委常委 秘书长 山西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组部纪检监察组组长等职 2022年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及身正省级 中国官方在今年3月公布中共中央机构改革方案 组建新的中央社会工作部 负责统筹指导信访工作 统一领导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 指导混合所有制企业 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就业群体的挡件工作 该部门也将统一领导国家信访局 再来看到这一时段其他要闻 路透社报道 荷兰首相吕特星期五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后宣布 由四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因为不可化解的分歧 决定解散 这场危机是吕特领导的保守派自由民主人民党 推动限制寻求庇护者涌入荷兰的政策而引发的 吕特的提案是限制已抵达荷兰的战争难民儿童入境 并规定申请庇护的家庭至少等候两年才能团聚 吕特在电视记者会上说 联盟伙伴对移民政策存在不同意见 这已不是什么秘密 非常遗憾 我们今天的结论是 这些分歧已无法化解 因此我将向国王提出全体内阁总词 吕特星期六将向国递交辞呈 在新选举之前 内阁会议看守形式运作 吕特说 看守政府无法制定新政策 但这不会影响荷兰对乌克兰的支持 荷兰通讯社说 大选不会在11中旬以前举行 综合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网消息 蚂蚁集团星期五被开出巨额罚单后 星期六发布公告称 为持续吸引人才 同时进一步满足股东的流动性需求 将以自有资金回购现有股东的部分股份 总回购比例不超过总股本的7.6% 回购的股份将转入员工股权激励值 根据回购方案 蚂蚁集团本次回购的价格对应公司估值 约为5671亿元人民币 较2018年C轮融资估值下降约40% 在目前中国国内互联网公司估值较低的情况下 这一变化符合市场预期 回购的另一考虑是满足股东流动性需求 据公开信息 蚂蚁集团持续以合适方式 为股东提供可行的流动性方案 截至2022年底已实施两次分红 本次发起回购 所有股东均可在回购比例内 自愿选择是否参与 蚂蚁集团同时透露 基于对公司长期发展的承诺和信心 大股东的自然人股东 已自愿放弃参与回购 相关事项已获得蚂蚁集团董事会批准 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今天是7月8日 我们为您带来与中国和世界相关的最新消息 首先来看彭博社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北京与中国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五个小时的会谈 这是两国最高经济决策者之间的首次深入交流 因为他们正在寻求缓解两国关系中的紧张关系 周六的会谈为耶伦作为财政部长首次访问中国的活动画上句号 他将此行描述为恢复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交往的任务 近年来 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恶化 而在台湾和技术准入等问题上的摩擦却急剧增加 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次会议是坦率的 建设性的和全面的 虽然耶伦提出了关切的问题 但他也讨论了拜登政府寻求与中国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 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的方法 根据他准备好的发言稿 耶伦首先告诉贺国强 尽管最近出现了紧张局势 但我们的公司有足够的空间参与贸易和投资 而且美国和中国应该就具体的经济问题进行直接沟通 据法新社报道 周六 中国国家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与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会晤时表示 他对意外事件对中美关系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 分析指出 意外事件指的应该是此前中国间谍气球飞越美国上空 导致布林肯国务卿取消原定于2月的访华之行 据金融时报记者披露 在双方会谈开始时 何立峰表情露出微笑 但当耶伦表示美国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存在分歧时 他的表情发生了变化 微笑消失了 再来看到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消息 似乎拜登政府在稳定美中经济关系方面遇到了麻烦还不够多 中国政府在今年早些时候用一串新官员取代了其熟悉的决策阵容 退休的是过去谈判中备受尊敬的老将 如刘鹤 这位外交官在唐纳德·特朗普的动荡年代领导中国的贸易代表团 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对美国同行来说几乎是空白的官员 他们主要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忠诚而闻名 衡量习近平的新团队是财政部长耶伦本周到中国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次访问被视为缩小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外交差距的重要一步 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一间华丽的会议室里 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对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时 曾下踏于此 耶伦和何立峰围绕着两国政府如何重新划分 创造利润的商业联系和创造安全风险的商业联系展开会谈 美国的目标是 恢复在大流行并和日益公开的战略竞争中枯萎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沟通 然而 习惯于与受过美国教育的经济学家打交道的耶伦 可能发现很难与他的新中国同行找到共同点 这位财政部长在全球舞台上是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 曾敦促中国向市场改革转变 而何立峰在主要担任城市和地区职务的政府生涯中 有支持国家指导投资的记录 他支持天津的一个大型发展项目 该项目被批停为大白项 他不是刘鹤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说 耶伦和刘鹤通过非常不同的视角看世界 何立峰周六对耶伦表示欢迎 他引用了习近平关于需要总体稳定的美中关系的讲话 并表示愿意与他一起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他还暗指今年早些时候 中国间谍气球在美国各地徘徊 直到拜登总统下令在南卡罗莱纳州海岸将其击落 这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困难 在回应中 耶伦在称呼和立峰的名字时磕磕绊绊 称他为和副总理 然后重申他呼吁两国追求健康的经济竞争 这种竞争不是赢家通吃 而是通过一套公平的规则 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两国受益 尽管两国国家安全问题日益严重 但耶伦说 美中贸易的广泛领域仍然可以继续下去 而没有争议 在大约五至六个小时的会谈后 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会谈是坦率建设性和全面的 双方讨论了经济问题和潜在的合作领域 包括气候融资和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减免 何立峰与习近平的联系 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当时习近平是港口城市厦门的副市长 而他是该市的财政负责人 曾为布什总统提供中国政策建议的 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员怀尔德说 两人关系非常密切 据说他参加了习近平1987年 与中国流行歌手彭丽人的婚礼 当习近平成为福建省省长时 何立峰又在他手下工作 2012年 习近平接替胡锦涛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两年后 习近平提拔何立峰担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席 这是中国强大的中央规划机构 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领导力观察杂志编辑裴敏欣说 现在 作为四位新任副总理之一 何立峰将负责经济管理 包括金融部门和对外贸易 这两个领域他以前没有任何经验 他是习近平门徒的缩影 华尔德说 这意味着何立峰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析 敬平的想法 包括李强总理 他是一个终极的内部人士 也是一个终极的忠诚者 无论习近平要他做什么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 何立峰的前任也与习近平关系利切 担任他的最高经济顾问 制定他的标志性经济政策 并在2018年与美国的贸易战中 担任中国的最高贸易谈判代表 但随着习近平越来越多地转向国有部门来领导经济发展 他的影响力开始减弱 根据CSIS高级研究员的说法 去年 国有企业占中国同比投资增长的71% 刘鹤是一位受过国际教育的政策专家 他曾经是市场改革的拥护者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已经失去了动力 因为这并不是习近平最倾向的方向 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总监阿什顿说 何立峰是一个受过国内教育的政治动物 更注重日常运作 在完成工作和执行习近平的偏好方面享有声誉 周六的会谈在一个由八盏方形吊灯照亮的高大房间举行 中方代表团包括中国方面的其他新面孔 包括即将上任的央行行长潘弓胜 此前 叶伦与一些女性经济学者进行了午餐会 根据现场照片 出席的有 刘歉 经济学人中国区总裁 金克宇 亚投行行长金力群之女 哈佛经济学博士学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终身教授 郝景芳 科幻作家 新华大学经济学博士 北大国发院教授李林 已故经济学家李宁的学生刘淑威 还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孙继祥院长 耶伦抵达北京首日在三里屯云南餐厅一座一网用餐 餐厅现在推出名为财身菜单的餐品 开始营销活动 aces 计则 由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mid a complicated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there is a pressing need for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to closely communicate and exchange views on our responses to various challenges. This communication can help both sides more fully understand the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and make better decisions to strengthen our economies. I also believ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hould seek a relationship of healthy economic competition that is not win or take all, but with a fair set of rules would benefit both our countries over time. where we have concerns about specific economic practices, we should and will communicate them directly.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今天是7月8日,我们为您带来与中国和世界相关的最新消息。 首先来看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美国在敏感的国家安全问题上与中国的分歧有所缩小, 这些问题威胁到两国的经济关系,并承诺华盛顿愿意倾听北京对这些问题的关切, 以避免对中国经济造成无异的伤害。 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耶伦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措施应该目标明确。 虽然他没有提及具体行动,但中国一直对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表示特别批评, 华盛顿担心这可能增强中国的军事实力。 他说,我想消除他们对我们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广泛影响的担忧。 情况并非如此,我们也没有这个意图。 耶伦没有具体说明与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的具体机制。 美国官员表示,确定这一点是他此行的原因之一。 除了倾听中国的关切,耶伦表示,在某些情况下, 美国可能愿意对我们行动的无异后果做出回应。 他补充道,我确实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认为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有益于我们两国和全球的健康经济关系。 中国官员也表示愿意与美国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 美国官员对耶伦此行不抱太大期望。 耶伦表示,他试图向中国领导人保证, 美国的国家安全措施意在范围有限, 并且华盛顿将对北京保持透明。 财政部长在北京发表了一系列较为温和的言论。 但在周日,他还重申了对中国政府的批评, 称美国认为中国实施了歧视美国公司的做法。 耶伦表示,我向他们强调了我们对中国不公平经济行为的严重关切, 其中包括中国非市场政策的广度和深度, 以及外国企业市场准入的障碍和涉及知识产权的问题。 耶伦此次访问是拜登政府通过高级别会谈 稳定中美关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周六,耶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五个小时的讨论, 何立峰是习近平的亲信,负责经济的广泛责任。 双方都称,这次会议是富有建设性的。 中国官方新华社对会谈进行了描述, 称中国一方批评了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制裁和其他限制。 他表示,国家安全的泛化不利于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贸易。 根据金融时报报道,耶伦在整个访问期间一直强调 美国与中国之间持续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潜力。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种机制,以降低美国投资对中国军事的风险。 耶伦说,我强调投资审查将针对性强, 明确狭隘地指向我们对几个特定领域存在特定国家安全关切的地方。 在访问期间,耶伦多次重申,尽管存在安全相关的担忧, 但重要的是要进行高层次的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接触。 耶伦表示,即使我们意见不一致, 我相信坦诚和深入的讨论具有明显的价值。 耶伦表示,他与中国同行就从安全和人权到对美国企业的强制行动增加等问题表达了关切。 我还强调了,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残酷和非法战争的重要性, 他在离开北京前不久说道, 我传达了中国企业避免为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或协助逃避制裁的重要性。 他的访问正值中国在解除疫情管控后面临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 虽然中国今年的增长目标为5%, 但经济学家担心一些基本的增长引擎, 如房地产行业,正在进入持久的低逆期。 这导致中国政府寻求更多外国投资。 但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对市场信心造成了打击, 商界担心卷入针锋相对的贸易制裁和越来越严格的国家安全措施。 中国的官方媒体对耶伦的访问普遍给予了谨慎的报道。 新华社将会谈描述为建设性和务实, 但表示北京认为泛化国家安全问题不利于正常的经济和贸易交流。 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现任乔治城大学的华尔德表示, 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耶伦是拜登政府中比较务实 和不太政治的高级官员之一。 华尔德补充道, 他们还评估道, 历史上经济和贸易关系一直是美中关系的压仓石, 在台湾或天安门镇压等问题激起关系波动时, 它稳定了双方的关系。 毕竟, 尽管整体关系达到新低, 美中双边贸易总体上持续创新高。 耶伦的访问也引起一些争议, 比如, 他因在与中国同行会晤时频繁鞠躬而受到批评, 被认为表现出过度友好。 纽约邮报的外交礼仪专家指出, 美国官员一般不会鞠躬, 并指出, 耶伦向他的中国同行鞠躬, 而对方并没有回应同样的动作。 批评者将把这种礼仪上的错误视为美国软弱的象征。 再来看到路透社的报道。 近日, 美国多次将一位中国高级央行官员称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或代理行长, 似乎确认了他将被提升至该职位的预期。 财政部长耶伦在与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晤期间, 于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他与潘工胜见面, 称其为央行行长。 执政的共产党于7月1日任命潘工胜为党委书记, 两位消息人士称这一举措使他成为中国第二大经济体的央行行长一纲的继任者, 央行行行长职位由政府提名。 在与潘工胜会面后, 财政部已经开始将其称为央行行长。 耶伦在访问期间还会见了一纲和其他官员, 包括李强总理。 在周日被要求澄清他的讲话时, 耶伦表示, 决定并公布决定是由中国一方决定的, 但我确实会晤了代理行长, 并且我们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 潘工胜,60岁, 自2012年以来一直担任副行长, 是中国最高外汇管理机构的负责人。 政策内部人士和分析师表示, 这位金融技术官员的预期晋升表明, 中国领导层对该国庞大金融部门的系统性风险日益关注。 一纲行长自被排除在执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之外后, 已被广泛预计将退休。 此次明显的领导层变动发生之际, 预计当局将采取措施刺激低迷的经济。 耶伦在与潘工胜的会晤中强调了美国和中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重要性, 此次访问旨在改善双方在贸易和安全等问题上的沟通。 而日经亚洲评论则认为, 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人的地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正在下降, 原因是潘工胜都未被列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376名高级成员或候补委员。 与习近平总书记关系密切的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已成为实际上的财政负责人。 共产党设立了一个领导金融部门的组织, 最近的人士任命表明该党将直接掌控金融事务。 近年来的中央银行领导人在党内担任更高的职位。 周小川在2002年至2018年担任行长期间, 一直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直到2012年被授予类似副总理的地位。 他还担任了人民银行的党委书记。 义刚于2018年接替周小川成为行长, 但他是候补委员而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义刚在重要部门的高级职位通常由中央委员会成员担任, 因此他的相对低职位很引人注目。 当时,中央委员会成员郭书清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的党委书记。 这种不同寻常的双重领导安排被视为中央银行对党的重要性的证据。 但郭书清和义刚在2022年10月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被撤销了中央委员会成员和候补委员的身份。 尽管义刚在今年3月重新当选为行长, 但他并没有获得与前任相同级别的权利。 对于接替郭书清担任党委书记并担任副行长的潘公胜来说也是如此。 他自2017年以来一直是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但在2022年10月被撤销。 现在,行长和党委书记都不是205名正式成员或171名候补委员之一, 这表明该银行目前缺乏决策权。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 副总理何立峰代表中央银行担任实际上的财政掌门人, 他是习近平的亲信之一, 与他有40年的交情。 作为今年3月宣布的组织改革的一部分, 共产党成立了中央财经委员会。 作为金融控制塔, 该委员会应对与房地产等相关的金融风险。 人们认为, 中国正急于建立一个不会受到台湾海峡紧急情况下美国制裁影响的体系。 未来的金融政策很可能由党主导, 何立峰将掌舵。 一纲的连任和潘工胜的任命被认为是因为他们在货币政策和海外经验方面取得的成就。 但中国金融界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 他们的任命更多的是能够在外部宣传中国金融体系的能力, 他们在重大事项上没有太多的决策权利。 再来看到这一时段其他消息。 曾在2019年被指涉嫌违纪违法, 之后受到刘中共党内查探两年处分的中国证监会前主席刘士宇, 今年履新中国央行参事。 据红星新闻星期六报道, 今年5月以来的多篇公开报道显示, 刘士宇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的身份在各地调研。 例如, 据重庆市房地产业协会微信公众号5月17日, 湖北省房地产业协会微信公众号5月16日发布的消息, 包括人民银行参事室参事刘士宇在内的调研组专家, 曾到重庆武汉调研当前房地产市场情况。 中国央行官网显示,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是央行总行的一个司局级单位, 主要承担金融决策咨询工作, 进行经济金融调查研究, 提出意见建议等。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称, 中国有意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管道与他接触, 并说对于与中国讨论藏人问题持开放态度。 据印度斯坦时报星期六报道, 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告诉记者, 我对于对话总是持开放态度。 现在中国也意识到西藏人民的精神是非常坚强的。 所以, 为了处理西藏问题, 他们有意与我联系。 我也做好准备。 达赖在回答关于是否愿意与中国恢复谈判的问题时说, 我们不是寻求独立, 多年来我们已经决定, 我们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变化。 中国有意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管道与我接触。 再来看到联合早报消息。 李文五日惊传死讯, 令家人和歌迷悲痛万分, 有报道指他的身边好友爆料, 称李文除了饱受抑郁症之苦, 半年前还瞒着年迈的妈妈偷偷地对抗乳癌。 好友称, 他告诉了姐姐, 然后默默地坚强抗癌, 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和痛楚。 据知情者透露, 李文及早发现患有乳癌后, 赶紧切除肿瘤, 没有接受化疗, 但当他做手术切除肿瘤时, 是独自入院, 因富豪老公撇下他去了旅游。 他身边的好友曾不断苦劝他离婚, 但他就是不接受, 并好友十分心痛。 其富豪丈夫日前发出复文, 却称李文是挚爱的妻子, 引起许多粉丝不满。 有网民晒出丈夫公司的相关资讯, 枪声要打电话到渣男公司。 李文二姐李思琳回应纠正, 这不是他公司了, 已经被人家撤职了很久。 这公司真正的老板也被害惨了, 你们不要打错电话。 一句话引起网民热烈讨论, 李文青生过世让其丈夫也成为注目焦点, 当年两人在香港花费约2500万, 至一亿新元办超奢华的婚礼让人印象深刻。 不过中国媒体凤凰网娱乐质疑他的财力, 根据公开资讯, 他是香港企业力标品牌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但力标2018年至2020年总资产持续减少, 2022年更已经退婆, 他也不是公司主要股东, 认为他富豪身份存疑。 凤凰网娱乐报道称, 当年的豪舍婚礼, 有一说是李文自己出钱筹办。 也有报道, 其丈夫曾否认花费千万半婚礼, 称我永远不会去算这场婚礼花费多少。 据了解, 当时婚礼宾客约1100人, 夫妻俩大手笔包下酒店供宾客入住, 酒店可俯瞰维多利亚港, 顶楼备有专属停机坪, 可出动私人飞机迎接宾客, 婚礼重心迎急。